男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鸟巢里 还有一只幼崽在捉他 他吓得迅速爬起身 发现鸟巢里有很多刚破壳的鸟类幼崽 这似乎是某种巨型鸟类修筑的巢穴 正在这时吉泰发现头顶上有什么动物爬过 他走到门口一看 只见下面正有几只像是狮子的动物在往上爬 不过这种狮子显然发生了便移 能够轻松地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 很快就有一只狮子已经抓破鸟巢钻了进来 吉泰立马切换出武器准备战斗 但对方却是直接开始吃起了鸟巢里的幼崽 吉泰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打算赶走狮子 狮子感受到威胁朝他扑了过去 吉泰狼狈地躲过几次攻击 随后一个滑铲让狮子扑空掉了下去 此时鸟巢上方的巨鹰也正在驱赶其他狮子 吉泰则是待在鸟巢里面保护幼崽 当最后一只狮子被巨鹰叼住扔出去后 他才发现自己的幼崽全都死掉 于是悲鸣一声飞走了 吉泰也趁机爬到了地面上去 巨鹰还试图找找看有没有活着的幼崽 但地上也只有一具具冰冷残缺的尸体 吉泰没有停留继续开始自己的行程 可刚才在战斗中手臂上的通讯仪器坏掉了 现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络 但父亲还在飞船残骸里等着他呼叫救援过去 他必须尽快找到飞船尾部残骸 在经过一片河流的时候 吉泰用几个木头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木筏 打算乘坐木筏到河对岸去 由于长途跋涉比较犯困 他竟然躺在木筏上睡着了 而当吉泰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睡过了头 此时即将天黑温度也开始迅速下降 吉泰没走多久就感觉有些冷的受不了了 可在这种潮湿的丛林里 他也没办法找地方停下休息 只能硬着头皮感到比较干燥的地方去 但这个选择显然是错误的 很快吉泰就被冻得晕倒在了地上失去意识 可没过多久 他的身体竟然又被某个动物给拖走了 当吉泰醒来后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周围的温度十分舒适似乎是在某个地洞里 然而当吉泰爬出去后才发现 自己竟然在那只巨鹰的身体下面睡了一晚 他展开翅膀帮自己隔绝了寒冷 怪不得下面的温度很舒适 可当吉泰试图叫醒巨鹰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或许是巨鹰的幼崽全都死了 他就将吉泰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也或许是昨天吉泰在鸟巢里帮忙驱赶狮子 才让巨鹰愿意帮助吉泰渡过难关 而现在这里距离目的地已经十分接近 半个小时后吉泰走完了最后的一顶路程 他也终于完成父亲安排的任务 成功找到了飞船尾部的残骸